淡水果小美術班的學生要將本來要丟掉的水果種子 變成課堂上學習創作的一環 美術班老師說中秋佳節吃的柚子 秋天的橘子柳丁 吃完果肉之後 我們留存剩餘的種子加以廢物利用 再做成盆栽 讓學生去體會植物代代相傳 展現綠色生命奇蹟 一般大家常吃的水果都會有種子 大多數人都會將這些果子丟掉 不過淡水果小美術班的學生 將這些本來要丟掉的水果種子 變成課堂上學習創作的一環 美術班老師說中秋佳節吃柚子 而秋天的橘子柳丁 在吃完果肉之後 就將留存下來的種子 加以廢棄物再利用做成盆栽 盆栽裡面有種了龍眼還有橘子 然後我們是先鋪土 然後再把種子種上去 鋪上小石頭 然後小石頭的重量會讓牠們長得更好 先用土把它鋪一層 然後再把那個種子的那個放上去 然後呢 再用小小的石頭放上去 最後再用一些大的石頭裝飾 學生先將自己吃過的水果剩下來的種子 有釋迦橘子柚子以及荔枝等等 在清洗過後 用陶土所捏成的盆栽經過燒聚而成 再將種子排列整齊在裡頭 學校老師說不只是水果種子 也蒐集校園當中的台灣藍樹 飄落的種子 讓學生去體會植物代代相傳 展現出綠色的生命奇蹟 讓孩子收集於水果的種子 然後經過泡水 然後儲存起來之後 在他們自己手捏陶土做成的盆栽 那經過了800度的幼燒 1230度的 800度樹燒 1230度的幼燒 我們透過這樣子之後 自己親手把種子種在盆子裡面 讓他們知道 原來我們這些廢棄的材料 他可以有新的生命 可以重新在生活當中 可以成為美化我們生活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媒介 讓生活真正的應用在美學 也美學進入到生活裡面 美術班老師說 讓學生在生活中 運用巧思廢物再生 體會環境中 擁有綠色的生命力 燒製自己專屬的桃盆 用來栽種種子的盆栽 使用培養土鋪底 排列種子圖案 在覆蓋碎石之後 接下來學生要澆水照顧 感受客戶與期待生命成長的耐心階段 運用自己的美術作品來美化生活 親自體驗植物不同階段的形成與趣味美感 記者許多印代水傳訪不到 開始為全世界的組織 來自拍攝